O.O 嗨 大家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鼻子 竟然長了一個痘痘在正中間 是迷路嗎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大家的睡意都是多久洗一次啊 呵呵 我不確定什麼時候該洗 我現在在妝前保養 因為要趕著出門 今天要上台報告 我昨天在拿文心給我的PPT 在演練的時候 我就整個超緊張 我只是在房間裡面 然後在那邊大概講一下 我要講什麼東西 我就整個超緊張 然後今天放學呢 因為我們明天有期末考 早上8點的期末考 所以我們應該會去咖啡廳讀書 還沒有想好去哪個咖啡廳 去咖啡廳讀書之前 我應該要先去一下三創 因為我要幫BB叔叔 買一下聖誕禮物 希望他不會看到這個影片 因為他如果知道我要去三創 他就知道我要買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 上台報告 去買聖誕禮物 然後去咖啡廳讀書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等一下畫完妝再跟你們說 要出門了 我今天直接提一個袋子 裝我要讀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再背一個大寶寶出門了 今天不帶電腦 我剛剛到簡訊站中發現 我今天完全沒帶 提款卡也完全沒帶現金 然後就想說怎麼辦 然後就跑去Seven想要無卡提款 結果那一件Seven還沒有無卡提款 就是那個機器還不夠型 沒有辦法無卡提款 然後我後來就是只好 欸你的頭皮 我先拿來電話給文心 然後說 欸你覺得我要怎麼辦啊 我要跟路人借嗎 然後反正跟他討論一番之後呢 我就 甚至去跟路人借了 我就說 可以給我25塊嗎 因為我大姐 超尷尬 可是還好我包包還有10塊錢 就是沒有跟他借到35塊 不然我真的會 太尷尬了 我現在手心都還冒寒 我現在成功搭上季運了 然後要到劍潭那邊跟文心會合 畢竟我沒有錢 我只能跟他會合 這就是跟路人借錢買的 單程票 OK 快給我錢 我要靠文心癢了今天 看到了看到了 哈哈 抱歉抱歉抱歉 我們已經上工程了 等一下要報告好緊張 欸對了不知道要討論嗎 不知道要討論嗎 我們終於到學校了 現在要趕快趕去教室 知道了 我們是第四個要報告的 我們報告完了 我們下山了 嗨 文心借我1000塊 我想要買捷運的票 謝謝 嗨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到三下了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買這個 炸彈蔥有名 蔥炸餅 蔥有名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 山窗 幫鼻鼻鼻鼻鼻 對 我們也要玩 然後等一下 應該買完之後 就去咖啡廳 然後讀書 因為明天早上8點要考試 魂心來買雞翅 這家好吃耶 嗯 太誇張了 我們來這一間 我們來這一間 我點的是焦糖牛奶 上面還有巧克力 文心的是黑糖牛奶 關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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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就沒洗澡了 所以我等一下要帶他去洗澡 而且我覺得他越來越聽得懂洗澡這兩次 他等一下就會躲我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是洗澡 好 那我先去錄我英文的影片 等等見 我剛剛已經錄完我就是英文課那個影片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開箱這個公關品 我大概已經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這真的超級可愛 這是goldshare寄給我的公關品 反正那天他們就私訊我的IG說 他們有看到我的影片就是跟浩浩有一起租那個goldshare 然後之前跟Tammy也有一起租過 所以他們寄了聖誕禮給我 這應該是可以把它立起來然後變成一棵聖誕樹的 它就是這樣子兩塊板子 然後讓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插下去吧 有了 你們看 這樣就是一個可以立在桌上的聖誕樹了 然後還有一些 這是什麼可以掛在上面的小飾品 像是這個 這也太可愛了吧 啊 但是要放在哪裡啊 我等一下研究一下給你們看 怎麼辦我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除了這個聖誕樹之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小盒子 我來看一下是什麼 超可愛的 是襪子耶 這也太可愛了吧 而且非常實用耶 我再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用 應該是把這些 你們看我收到一些星星啊 還有圓點之類的 應該是要把它們插在上面吧 喔 不會了 以上呢就是我收到的 go share的 公關品 真的超級可愛 還有這三個襪子 給你們看一下我目前組裝起來的樣子 好可愛 今天在洗澡了 洗澡而已啊 我等一下用這個貓器來洗幫他洗澡 然後還會用這個 一個很香很香的狗狗的沐浴乳 我已經把它洗完了 現在要來幫他吹頭髮 Ginger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Ginger Ginger 你走了 好啊 給你們看剛剛BB叔叔帶的那一大袋來 然後裡面裝了這些東西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來佈置一下 有兩個超大的娃娃 這應該是可以掛起來的 然後還有 這應該是散開 然後有一堆樹的吧 然後掛在牆上的 然後這個是掛在門上面的花圈 還有兩個別針跟三個 這是什麼啊 貼在玻璃上的嗎 然後最後是這個噴雪 這應該是可以讓你噴的那個模型 我們等一下要來佈置一下 然後讓你診出了 風格就等於 toothpaste 然後我們來右上個 那又在哪裏 兩個當然 又有一個不是 再給你破了 這個紙膜還要我們一個一個這樣子把它戳開 我們到底會弄到幾點 這樣會比較好用嗎 給你們看我現在要把這個星星裝在這個底部 用這個小環 這個紙膜 下門下門 啊 蓋子呢 沒有 懶錯 你拿一個其他的東西來嗎 沒有蓋子 拿殺手機給我 天啊 沒有蓋子 沒一個蛋掉在這裏 沒關係 哇 一個真的就完成了 算是完成了 嗨大家 我們剛剛佈置的差不多了 然後我剛剛整個不舒服到直接吐了兩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為時到逆流 因為昨天我睡覺前就喝了一杯 就是蠻大杯的果汁 喝完之後就馬上躺下 然後當時就有點不舒服了 然後今天我剛剛吃了粥 後來也吐掉了 就是一開始吐的時候是吐掉了 我今天吃的那個蔥抓餅 然後後來就是吃完粥之後 我們就繼續在那邊就是掛一些東西 結果我又跑去吐了 所以我總共吐了兩次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耶 這樣我明天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我現在好像只能吃蘇打餅乾 或是吃一些吐司之類的吧 就是不能吃太油的東西 所以我明天就是要看著大家吃東西 要自己吃吐司了 怎麼會在聖誕節前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現在差不多要來休息了 因為明天早上是6點多就要起床了 還要烤期末烤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掰掰